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術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當然我們可以有時間去大自然裡 我們除了鞋子 在草地行走下 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是城市人工作這麼繁忙的時候 其實現在市面上 已經是有一些接地器的產品 在我們的健康店 已經有很多的客人 買了回家裡 每天都可以接受到這個接地器的治療 接地器的產品 可以在我們陸創意的健康店 可以買到的 聯絡電話是28824848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歡迎收聽元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ella 今天會繼續和元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 和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Hello 元先生 你好 Hello 你好 大家好 現在坊間市面上 很多人都是定時定後 一年一度的身體檢查 打開體驗報告的緊張程度 就好像以前的學生去考試 或者是媽媽收的小朋友的成績表 那麼緊張 有時有些名字聽下去 例如甲狀腺結節 或者肝囊腫 這些病是否可以變成癌性 一張那個報告 經常都給別人很多危機感 其實有時聽到這些名字 真的好像很可怕的時候 醫生說 我們是否立即要立即去醫治 或者聽下去 是否要做手術等等 其實很多病 其實我這個節目 過去都經常和大家分享 其實很多問題 不是那麼急性的 有些病 其實你不醫治它 它都不會令你傷殘 或者令你死 比如有些癌症也是 很多類的癌症 就算是本身證實是癌也好 其實大部分的人 都不會死在這種癌症 但是當然很多人 對這方面的認識是很少 所以遇到這些病 他就真的害怕得震震震 就說 經常以為立即要開刀 要切掉它 要不然就會變癌 要不然會死 但是這個是很多 甚至現在很多時候 都不是說做開刀 下下就馬上說要做化療 是的 結果治療比本身的病更差 很多病 其實你不理它 都沒有大不了 不會真的令你傷殘 其中一個病就是甲上線的結節 原來百分之九十五的結節都是良性的 我最近也遇到一個朋友 他發現甲上線是有結節 慢慢大的 當然他就問我 當然他已經被推薦 要開刀 要割掉它 他就問我的意見 我都解釋給你聽 其實甲上線的結節 百分之九十五 其實都是良性的 就算我給你做Bioxy 那個活檢查 發現他有些惡性細胞 有癌的時候 其實甲上線的癌 都不會令病人患者死亡 它是一個很緩慢的 它沒有什麼作為 但當然很多人就是不明白這個道理 聞癌識變 就要去割 問題就是這樣的 如果你真的割了甲上線 而將你的全部割了 你身體甲上線素是必要的線體 你的新陳代就要靠它的 你沒有它就會死亡 做到這些手術之後 結果就要吃甲上線素 吃一輩子 吃一輩子 所以萬一有什麼世界大災難出現了 你的藥甲上線素買不到的時候 你就會死了 因為你割了這個線體 所以這些甲上線結節是Nodule 其實是95%的量性 其實是1厘米以下的甲上線 完全不用擔心 也不需要進一步的檢查 因為這是95%的量性 也不會變成甲上線癌 就算真是 我代你等那 bạn個 email 一邊大一邊長大 戴到差不多之後 你會覺得可以 одfore실 你會覺得不行 要這個長 이렇게長 12年 但一邊長大 可能停住了 也有些病人 去見我們的時候 他真的有一個甲層線 有一個線體 是絕對 erzählt 所以你就全看得到十足 一定會整腰 所以要去处理它,但处理手法也不一定要用手术割它 始终割了之后,你可能要吃荷尔蒙药,吃葛神仙药,吃一生 所以我们通常遇到,我们都是用我们的方法去医治它 你慢慢医,慢慢医的时候,当它有个不适的症状 譬如它这个东西,自己都知道了十多年,它都没什么理解它 但到它开始顶住了,不舒服了,你这样都要处理它 我们用我们的方法,用同样医疗化,用我们其他治疗 令到它慢慢缩绝,记住,这些问题是十几年的 都没有要求几个月之后它缩绝,慢慢缩绝 我都遇过这些问题,听我说的病人就会让我去医治 但有些不听话的那些,紧张的那些,它就被人割了 后果就麻烦了,一生就吃药了 另外一种病,就是宫颈眉烂,叫Cervical Displasia 其实这个只是一个客人的名字 一听到眉烂的时候,根本就想到 会不会是癌症啊,原来是癌症啊 其实这个字在医学上是一种创的字眼 他说,现在这个正式的名字是改为了 是宫颈柱状上皮移位 Epiphilioma 的一种小小的异变 他说,在女人的一生中里面 除着那个刺激素水平的变化 是两种上腹,即是上腹开区的 会发生那个动态的变化 即是清常的 一开始做一下之后,他就会OK的 所以说,这些宫颈眉烂 大部分是属于正常的生理现象 但是呢,你都需要 结合了宫颈细胞学的结果 来进一步判断 如果细胞学里面或者HPV 那个检查,发现是没有异常 其实是没有需要特别处理的 但当然,如果你发现 有时,有HPV的病毒在这里 即是可能,他会变癌的机会大些 在我们的经验里面 我们主要都是用痛的疗法 是一个为主 有时,我们都是用一些 冲洗阴道的工具 或者是苹果醋 或者是梳打粉 做了之后,很多时候会恢复正常 是不需要被人割 好了,第三种是子宫肌瘤 一般来说,如果是3cm 3cm也挺大的 以下,一般是相安无事的 据统计,30岁以上的女性 大概20%都有子宫肌瘤 即是说每5个女性 有一个都会有中招 这个实际是会有人联想到癌症 其实这些瘤不是癌症的瘤 子宫肌瘤大多数都是良性 即是一般所说的 所谓的朱古力瘤类似 不是,不是朱古力瘤 是肌瘤 朱古力瘤是一种 子宫肌瘤是子宫肌瘤方面多一些 是一种血泡 通常呢 现在一般的做法呢 一般的做法呢 都是叫它先等下它 是 看一下它先 如果它不是一直这么大 大到很严重呢 通常的做法呢 都是等到它根延期之后 它会缩的 我亦都遇过有些病人呢 它是大到成一根波 是的 整个肚子那里呢 它躺平的时候呢 成一根波突出 但是它没有症状 它驚奇又没有疗劣 又不是血多、血崩 没有了什么事 在这些情况之后呢 我们只是给一些时间慢慢医 用铜胃疗法 用草药 有很多其他方法 就不是急于就要开刀切除 有很多人都怕了 一刀切除 整个子宫切除 然后就有很多后遗症 嗯嗯嗯 好了 那还有一个病呢 就叫肝脏钙化造 嗯 那一般来说呢 是不需要治疗的 那 那 这些这样的患者呢 那个 就是被人检查出来都比较高的 可能跟先天发育 啊 钙伦化 那个代謝搞乱了的因素有关 也都可能呢 在肝脏创伤 预合过程里面呢 是纤维化了 那形成呢 就有些疤痕 那那个 那这个 导致呢 那个 导致呢 那个 那这种呢 当然呢 不会自己消失的 但是也很少会继续发展下去的 那所以如果 一般没有什么症状 有些什么身体明显 不适或者不利的 那所以其实呢 没有事情搞得的 你怎么搞呢 是不是 那 但当时呢 那时候呢 如果是钙化程度呢 如果是接近肝内的胆管 那超音 超声检查呢 是容易对肝内胆管的结石呢 搞乱了的 那所以要进一步 要做CT 或者MRCP 来到间别 有时你觉得它 因为它是钙化嘛 是 但它是接近胆管呢 那有时 误体呢 以为它是胆管有石 是 其实未必是的 那就要做进一步去看清楚 那当然了 就算是胆石 有肝胆石也好呢 百分之九十的人呢 死那天都不知道的 它有是完全没有症状的 那所以呢 就是遇到这些情况呢 就一会 哎呀死了 钙化了了 不用紧张 就算你说我胆石也好呢 不用紧张去割它 好了 第五就是骨齿 那这样 那其实骨齿呢 就是一种身体自我保护的而已 那很多人呢 就当它呢 就和那个骨裂 一起去想的 那为骨裂 会导致 一只小骨的骨齿 那这样 那其实呢 是完全呢 是被这个名字搞错了的 其实呢 骨齿呢 就是骨质的真身 是人体自我保护的反应的 那骨齿呢 会在某个各种地方呢 譬如颈椎那方面呢 腰椎呢 和膝盖那里呢 就容易出现的了 那好了 那如果你检查发现 有骨齿呢 但是 但是 完全生活中没有什么影响 也知道都不知道的 是无意中之 X光照出来的时候呢 难道又不舒服呢 不用紧张的 OK 但如果当然呢 如果因为有骨齿 而引起那个 那个 那个 那个骨性质的关节炎呢 那当然需要进一步去搞 那样 但是很多时候那些人呢 就是 有腰背痛 或者颈椎痛 那就走去照 照到咦 有看到骨齿 那他就以为 那些骨齿是人气 人气 其实是无关事的 骨齿一向都在了 你之前在了 你都不会痛的 所以呢 就不要以为 哎呀骨齿啊 那他就问我怎么医啊 那我们用同学疗法医啊 那他就想 咦?同学疗法医? 那骨齿啊 你不割 怎么会怎么医啊 那是一种错觉的 OK 那其实呢 很多时候呢 骨齿是很多人都会有 年纪大的时候 一种保护作用而已 就是等于你的手皮 会起枕 因为你磨灭它 就是经常这样 刺激它磨它 那你的皮肤就会增身 增厚 其实骨齿的作用都是 一种保护的作用而已 好了 那第一种病呢 就是那个乳腺真身 那其实呢 一般的体验之下呢 十个女性呢 八个都有乳腺真身的问题 那乳腺真身呢 会不会变癌 成为乳腺癌呢 那样 你吃什么药啊 才搞得好呢 那这个问题呢 其实很多时候都是这样的 你不用搞它的 OK 他说乳腺真身呢 不会因为增加发病率 也都不会导致乳癌的 那乳腺真身 通常呢 在六十几岁 二十几岁的人 或者没有生过三分仔的人呢 或者处在筋燃期前后的女性 这些比较多的 那在这 即未生过三分仔 和筋燃期前后 那这两个时期呢 因为女性的体内的激素的变化呢 乳房呢 有时候会觉得肿痛啊 有时候呢 会摸到一些包块啊 那这样 那对于有时候呢 乳房呢 会变大等 那其实这是正常的生理过程 那但当然呢 如果当你遇到这个问题 啊 乳腺真身觉得很不舒服啊 很脏痛啊 或者有少少发炎呢 那我们就用同一疗法咯 用其他的方法去处理它 即是不需要说呢 一天要割了它 那就是有一块真身的瘤 不是为了割的 那有些人呢 那怕我时 又走被人割了它 那很难的 因为这些纤维呢 很多地方都有的 那你都割无可割的了 那我们呢 通常呢 都是用我们的自然疗法的方法 用同的疗法 用营养素啊 草药啊 那这样 想强调啦 身体是营养造出来的 身体有问题呢 最正确工具呢 当然是食物的营养先啦 OK 好了 那第七种呢 是盆腔的脊液 那这个呢 其实也不是很多件 就是 当然呢 如果出现的时候呢 有不小心被人照了照 那其实呢 身体的盆腔呢 就不是呢 是一种实心的组织 有腹膜啊 有些大蟒 有些大蟒膜啊 那其实呢 腸呢 都是一种分泌一些液体的 那些液体呢 通过有时候呢 是平常呢 是一种润滑作用啦 保护腹的器官的组织的作用啦 那有时候呢 那些液体呢 就未被排走完呢 会积在那裡 有时候见到 就是可能会发现得到的 那如果它的积液呢 那个 就是只不过是三厘米以下呢 那正常的 就是这一种正常的分泌来的 是不需要去搞它的 那当然呢 如果任何的情况之下呢 积液增多了啦 导致那个 可能排卵期啊 或者雨经期间 或者 刚刚经期完了之后呢 会增多了呢 那如果是有症状呢 一样可以处理它 但是就不是说要开刀啊 抽水啊 其实这些东西都不是做得到的啦 好了 第八种呢 是单纯性的肝囊肿 就是叫肝囊肿 那很多人呢 身体里面呢 是例行检查呢 发现咦 肝囊肿有些肝囊肿啊 那以为肝囊肿呢 一起全望啦 那其实呢 不用担心的啊 肝囊肿大部分是 属于一种先天性的 可能呢 在梁胎里面呢 带来的 那还有呢 生长的速度很慢的 但是多数那些人呢 是没有什么明显的症状 那如果不是 看见肝囊肿发生呢 可以到一世呢 都不知道有这个问题的 那所以我通常来说呢 我都没有事情搞得 也都没有什么药物去搞 也都没有什么手术搞的 那但当然呢 如果那些人真的很紧张 或者紧张的时候呢 有些什么特别的症状都好呢 那都不是用开刀的啦 都是很多和我们疗法的护肝的方法呢 在自然的护肝的方法 可以处理得到他的 那最后的那个就是 那个心脏组博 OK 那有些人呢 就是心脏当然正常的跳动 那但是有时候呢 是提前呢 就有一些声音这样跳动的时候 那有时候呢 那有时候感觉上呢 好像接手乱了 那这种情况呢 通常呢 我们叫做心脏组博 那很多人以为呢 查了心脏组博呢 往往呢 是和心脏病例是有关的 其实心脏组博呢 本身都没有什么问题的 只不过可能其他的心脏的病 的伴症 那当然呢 那如果你遇到这个情况之下呢 你就要处理心脏的本身 其他什么问题 那在我们的过去呢 就是我都处理过很多的心脏不规则 或者心脏呢 就是跳动得很不规则 有点很虚虚的感觉 那我都用一些很简单的草药啊 或者护心脏的工具啊 或者有足够的治疗呢 我就会配一些同样的疗法 就是很多这样的症状呢 其实呢 都是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不用怕到呢 就要急于去做一些很创伤性的 很侵犯性的治疗的 那因为呢 很多时候呢 治疗不单单止没有效 可能会令你本身的身体呢 是更加搞坏了的 嗯 是的 以上听了 袁先生和我们提过 这九种的毛病的时候呢 如果真的就这样 听那个诊断呢 听到病名的时候呢 是真的很吓人 真的很吓人 真的很吓人 会令到一些人呢 真的立刻呢 就是大吓人 就是会死了 是不是立刻要啊 怕着会恶化 当然 他们都是信服一个叫 病向浅中医啊 但是 医治的方法是可以有很多种的 可以是 就不是一定要用到那些呢 是那么侵略性的 那么伤害身体的 那么猛烈的方法呢 去做医治的 那 麻烦了袁先生 今天帮我解释了这些病的时候呢 是 这九种病 基本上呢 是不需要怕 但是我们都要去处理去的 OK 好 多谢袁先生和我们的分享 今天时间都差不多 如果各位有些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打以下个电话 和袁医生做一个会诊 电话号码是25773798 而在海外听众也可以透过Skype 和袁医生做一个网上的会诊 可以E-mail去 cs.naturalhealing.com.hk 如果想重找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我们的网址 三个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YouTube 搜寻自然疗法语力 就可以听回我们的节目的了 好 今天麻烦你了袁先生 拜拜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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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